是的 沒錯 精彩 精彩 刺激刺激 這事情真的轉變得很大 前一眼你看到的就是這個李婉玉 他心很痛 而且他公開的讓大家知道說 特別是針對這個人叫做 Mena Nu這個人說 我心很痛 因為這個從我們臉書的做法來說 這是標準的告訴 全世界告訴你說 我就跟你講我心很痛 可是馬下來 他又PO出了張碩文的相片 這又怎麼回事呢 等會我們要聽一下 這個非常瞭解張碩文的人俊 怎麼來解讀 可是網友是怎麼回應呢 你們跟網友看到了這張照片 你剛剛說你形容是像十八歲 可是網友是心痛 我有一個留言跟他說寶貝 寶貝 男人還很多啦 不要不要跟這個Ryu一般見識 男人還很多 還有加油 還有KUBA 好像有歌 男人KUBA不時追 他說婉玉 婉玉 所以KUBA明天又是一條好漢 奇怪 他怎麼會是好漢呢 然後you will be back soon 你再來會很好了這樣 還有說難過就是去運動或大醉一場 然後短短一個小時 七十幾個人按讚 所以那時候這篇文章出去的時候 是獲得大家廣受好評 因為前陣子可能有人認為說 怎麼一直在拗啊 一直在講 但這張一出來之後 很多人現在是同情他的 那其實我大概可以知道一點點 婉玉他的個性 因為我聽過一個故事 因為婉玉那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需要 需要很多人幫助他 他那個飯局認識了一個金控的老大 那個一個老闆 一個金控老闆 他為了要經營他 他那天那個金控老闆說 還要再去唱歌 結果他就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去唱歌 就那一天第一次唱歌 李婉玉就很盡力的 看能不能引起這個金控老闆的注意 第一次他失敗了 因為大家還是行李如宜 第二次聽說他在去那個地方唱歌的時候 那金控老闆已經把他當作是哥們 已經變哥們了 他認為說我幾次應該可以就讓他去 來當那個金控老闆幫我 結果第三次他那個金控老闆剛好生日 把那個整個那個包場 唱歌的地方全部包下來 包下來之後呢 那天婉玉聽說 以我朋友那天有在現場狀況說 婉玉就以那種主人家的身份 來招待這些人 所以可見婉玉認為說這個人已經被我 我已經被他被好朋友了 我可以以主人的身份來幫他招呼 結果那一天的那位主人卻沒有給他一個這種主人家可以招待 的身份 而且還有很多的女生在現場 我聽說那天的婉玉情緒很低落 一個小時左右就把自己灌醉 所以他認為其實婉玉 我覺得他個性會比較強 他認為我在經營的事情的時候 我很努力 我一定要得到你的認同 那是不是在這樣子 你看以他連一個金控老闆 他要攻下來的性格 在這段管情他的失敗 所以他會播出這樣的照片 我覺得是正常 所以這是他的決定 我在想 好 我其實有在聽 很仔細的聽你在講這些故事 但是我還是不能理解 我因為我參加很多的這個所謂的金控的會議 我基本上都隱藏在角落當中 只喝自己的 因為那個焦點不是在我身上 焦點是金控老闆 或者金控老闆要帶的那位重要的這個朋友 我想這個我跟任俊已經喝過多少的這個吃飯的狀況 應該也都不會有這種狀況會發生 我又中了 任俊只夠我喝過兩次要一掉 但是回來重點事情是 好了 那怎麼解讀張碩文 這時候張碩文應該像英雄一樣跳出來 Yeah 我是英雄是這樣嗎 任俊 大家關心這張畫 是 非常關心 我跟大家說明好了 這張畫確實是張碩文畫的 他好厲害喔 這張畫確實是張碩文畫的 因為他這個念高中的時候 他是念美術科 那這幅畫完成的時間 大概是在民國九零年左右前後 那時候張碩文剛退伍 那這幅畫的名稱 大家一定會很想知道 為什麼這時候有這幅畫的出現 對 這幅畫出現 張碩文說這幅畫 其實他有點含義 叫做海闊天空四個字的存在 喔 海闊天空 對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山景 海在哪裡 海 因為有河流嘛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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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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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闊天空 OK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事實上這幅畫 最早被曝光的時候是在當時 張碩文還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就電視台要做這個過年的流稿 那這個流稿裡面的題目叫做立法委員的第二專長 那就有人打聽到說張碩文事實上會畫畫 那碩文就把這幅畫就拿出來 所以這個是他退伍之前的時候 退伍的時候畫的這個畫 然後一直到後來 後來這幅畫就擺在他的立法委員的辦公室 那我特別問了說這幅畫現在在哪裡 對 大家想知道這一點對不對 對 碩文說他沒有送給李婉玉 但是他又把這一張畫的這個照片 PO在他的臉書上 OK 那臉書上 臉書上的話是可以複製出來的嗎 好像不是 照片 可以下載 文貴可以分享 如果公開的才可以 那我要增加一個技能 因為我通常都鎖不了別的畫 因為我每次都會找人具有什麼畫 可是找不到 下次我直接畫給你 謝謝 我就不要嘛 那大概我我大概也稍微問一下 就是說以碩文現在 因為大家最近都在都在追著他跑 對 那我想其實因為碩文跟這個 李婉玉兩個人其實從小就認識 他們的交情其實已經不是我們像這樣認識十年二十年 這樣可以比你 所以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面 大概兩個人被媒體拍到的機會 說真的也蠻多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吃冰淇淋 對 這個經典吧 這個經典 一個冰淇淋 這時候兩個人一起吃 請你離我遠一點 你看 看到沒有 我拿冰淇淋靠的人具 人具就跟我說遠一點點 我想跟民運一起分享 那被拍到就問題大了 一個冰淇淋什麼時候 男生跟女生一邊吃一邊 這很特別狀況 但是因為當時拍到那個照片的時候 就是碩文手上有拿冰淇淋 那後來就是有一個就是換那個冰淇淋 到了這個李婉玉的手上 沒有共同吃 但是我其實我只要講一件事情 就好了啦 是 就是說你如果瞭解張碩文的人 就是說他的鼻子其實不好 所以他從小沒有吃冰的東西 鼻子不好跟吃冰有個關係 真的真的有些人氣管不好或什麼 他不能吃冰 從小 如果你小時候就養成不吃冰的東西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喝可樂什麼的 我們有時候跟碩文 有時候有一些機會見面的時候 大家如果吃那個素食店或什麼 他完全不喝冰的 所以我用這個事情來講 就是說有時候拍一下 可是你看那個事情上面 張碩文他其實沒有做很多的解釋 所以表示其實冰淇淋根本不是他吃的 他是買下來要給李婉玉吃 他自己根本沒吃 應該是說比較有可能的狀況 就是說可能幫忙拿或怎麼樣 可是我解釋一下 稍微反過來 是女生拿了冰淇淋 因為那個冰淇淋H牌很有名 在那個賣場 女生說他是看到那個冰淇淋 他想是女生在拿 那他們兩個人進了那個平價的 那個服飾店的時候 如果我是我是李婉玉 他是張碩文 我是我拿個冰淇淋 我是不能拿衣服 會弄髒衣服嘛 所以他在逛那個衣服店的時候 就說拿下啦 就跟張碩文說幫我拿冰淇淋 所以根本沒有共吃這件事情 只是幫忙拿一下而已 那我是不是在挑衣服 可是周刊說他拍攝的角度 覺得張碩文有舔了一口冰淇淋 快留下來啦 董事要 這是你的說法 所以張碩文說我沒有舔 我不能吃冰的啦 他有解釋 那真的是公開證明一件事 周刊錯了 沒有啦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人據這樣講 他只是解釋說 我現在只是在講說 就是說你如果瞭解碩文的話 因為他其實是不吃冰的東西 那至於有沒有像友智剛講說 因為看掉下來 我舔一口 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冰淇淋 對 所以我現在只是在講說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瞭解是怎樣 不是 人據你這邊真的 深入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這事情必須要把它講清楚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我從禮拜五開始 喉嚨就不舒服 那我太太一直跟我說 你不要胖冰的 那我們這種試作就是那種 就是貝哥哥嘛 就是一定要比貝哥哥就是 不是所有試作都這樣 我想清楚 那我那天就覺得很熱啊 我就去那個 因為我們公司都有那個 就是可以置物的 就是置錢 然後飲料下來 有那種你知道 就是填放錢放進去 然後按號碼有沒有 就飲料掉下那種 你知道嗎 我只是用販賣機 就是飲料販賣機 我就講不出販賣機 是這個字 討厭 然後我就點了一個冰的飲料下來 那我現在一直很難過到現在 就是因為自己貝哥哥 所以換言之 你知道我要證明一件事情 是如果今天有個人 他知道吃到冰的東西 他身體會不舒服的話 他絕對不會碰 我是因為太貝哥哥了 所以我就不聽我太太話 我就點了一個冰的飲料 喝下去 果然就是嚴重到現在 昨天晚上幾乎是很難睡覺 我昨天晚上很難睡覺 跟太太講一下 但是我還是今天 昨天晚上還是睡了 所以可以知道一些事 我為什麼講這些事 因為我馬上限釋報 你知道嗎 所以很明顯 週刊根本就沒有拍到 張碩仁喝 吃這個冰淇淋的事情 有時候或者角度 我們不敢講說 因為當時的狀況 我們真的不在線 但我現在就是講說 以他的身體狀況 我們認識了 因為確實我自己也沒有看過他吃 我問過他這件事 我就不吃冰 那當然今天這個照片 一PO出來之後 因為李婉玉 他很快就把這個照片給嚇了 那所以嚇下來之後 其實我大概也去問一下索文 我就明講 我就直接問他 我說那你現在到底 你覺得你的角色或怎麼樣 你到底怎麼撞下去 因為很多人會揣測 那索文在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他因為他跟李婉玉 認識那麼多年 那現在李婉玉的心情 你看不管這幾天整個的風風雨 他認為說 其實李婉玉大概不會太好受 所以PO這個照片 PO這個油畫的照片 他也不會想要再去做什麼 不過他有講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這段時間其實李婉玉沒有找他 那如果李婉玉有 在這上面有些什麼問題 或什麼 如果願意找他的話 他也會願意給他一些 他的作為朋友一個建議 那所以我覺得索文的態度 在這個事件上面 他大概從頭到尾會這樣 那他今天因為很多人被牽扯到 你知道嗎 那他們很多人其實選擇就是說 不要在媒體上面再講這件事情 或去介入的時候 事實上也是希望讓這些事情 就是盡量能夠單純化一點點 不然的話這樣摸一下 你怕人家堵在廁所 不能進去尿尿的也有 堵在廁所不能出來的也有 有這種事情 對 所以很多人都被都被追問了 對不起 有人被堵在廁所之類的事情嗎 你是指那個民進黨立委陳寅小姐嗎 有啦今天早上陳寅有一場記者會 因為陳寅之前跟劉建國也有緋聞 所以我們當然就是 就是晚上按摩那個 兇手 兇手 所以我們就是有去問陳寅 因為陳寅有一個記者會 所以你有去賭陳寅 有有有有有 那陳寅他就是 就躲在廁所裡面不敢出來 他就說我行使兼莫全 他就說我行使兼莫全 對那所以我們今天 我行使兼莫全 你還問你問題 你不能行使寄莫前 我立刻刻國安 國安很樂意過來 好 但是回來我們剛才說 這重點是其實 我們是不是真的誤解了一些事情 比如說第一個事情 當時的冰淇淋照 也許周刊是故意誤導的 這個如果按照情況 如果真的鼻子會喉嚨不舒服 冰師絕對不能碰 而且從小不會碰到現在 對不起 就算你真的擺了全世界最好吃的冰 連碰都不會碰 所以媒體是誤導的 好 第二個媒體是誤導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事實際上 如果李婉玉當然可能他今天 我們就沒有辦法摳到他 或者他現在在忙 但我們也希望來做一個說明 或許他這張相片的目的是套 這個就是張索文說的句話 海闊天青 海闊天空 對 海闊天空 他可能是要表達海闊天空 可是媒體很麻煩 就看到旁邊一個張索文 又做了文章 我們是這樣誤解了這個美麗的 而且是博士 他的博士學位的這個李婉玉嗎 所以我們要問一下這位戲作 戲作是什麼 就是間諜 就是他可以打聽到 別人打聽不到的事情 他是誰呢 好 這樣講不好意思 其實他是一個 那個街頭小霸王 米佑 這什麼意思 因為我跟劉委員認識 也算是街頭認識的 那我會打聽到的事情 是因為他身邊的秘書 在他還沒當他秘書的時候 我們就認識了 所以我都會去問一些 比較detail的事情 可是這個戀情 其實有點複雜 因為我們看到他今天凌晨po 這個剛好是我們重播的時間 那他po他的照片出來說 我看得自己心裡很難過 因為我凌晨有起來看重播 那這個問題就是 所以明佑表示他非常支持這個節目 連凌晨五點鐘都要起來看我們節目的重播 我們重播時間是凌晨四點到六點 六點所以明佑他晚上睡不著 繼續很思念傑民歌 所以晚上當然不是我 他思念那個李婉玉怎麼修理傑民歌的內容 好那就在當下看到李婉玉 撥了那張相片 他一邊思念著我 一邊難過的跟李婉玉 他掉了眼淚 他感到難過 我不知道這樣的心情 是不是有點複雜 一方面看傑民歌被這個李婉玉念 一方面看到李婉玉流眼淚的時候 他很難過 好 摸一下這心情很複雜的 那你有什麼樣的心得 我有什麼心得 因為我從劉建國的助理那邊 得到非常多的訊息 那這個訊息也不是今天才得到 其實之前我大概就知道的一些內容 因為這個照片 李婉玉要PO照片之前 好像就已經有告訴劉建國 他要PO照片了 所以他們已經有做了一些準備 到底是哪張 是PO這張之前 還是PO那個報這張 對 報這張 他已經跟劉建國說了 他們就已經知道 所以劉建國已經知道 他要PO這張了 對 而且傳說這張根本後面不是床 是一個沙發椅 對 所以根本不是床 那麼劉建國是睡著了 但是李婉玉是自己把頭弄過來 拍了這張相片 是這樣嗎 這個 我只是疑問句 李婉玉我這是李婉玉 我不是肯定句 疑問句是 那個不是床 那個是沙發椅 疑問句不是你躺在他旁邊 而是你把頭伸進去 讓他握起來 疑問句是不是劉建國已經睡著了 所以他不知道拍了這張相片 但是肯定句是你們似乎已經先知道 劉建國已經先知道這件事情了 因為昨天李婉玉他在我們節目也特別講說 為什麼奇怪你發出來的訊息 都是從你的團隊裡面發出來的 所以他們其實就已經有開會上議過 這些事情的面對他們 所以我昨天打電話給他的秘書的時候 劉建國委員的秘書的時候 其實他跟我講了很多事情 那第一個 他跟李婉玉的背景懸殊太大 一個是南加州的博士 一個只有高職畢業 文化大學博士 文化大學博士 他是去美國念書 但是是文化大學這個都市建設的 南加州是學士 學士 對 然後他們兩個本身的家境也懸殊蠻多 因為劉建國從小就是他媽媽 把他拉拔起來的 那他也是靠打工 然後選世代 然後選議員 然後才選上2009年那個補選的立委 那時候補選的時候我也有下去 我從那時候跟他開始有一些接觸 那我覺得他這個人是怎麼樣 因為我那時候帶隊下去幫他抖南 全部掃接 掃接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你去過雲嶺的話 他的選區是算下山區的地方 他那是很正確的地方 如果他跟李婉玉的戀情曝光 讓正確人知道是不是很為難 因為李婉玉他自己在二零一年 自己也講過 我二十年 二十年交五個男朋友 不過分吧 這樣的話其實在地方的 耳語裡面就很難聽了 所以劉建國在這一方面 到底這個事情是因為地方上面 覺得他們的感情不能接受 還他們之間的個性不合 還是真的身世家世差太多 還是這件事情從頭到尾 就是單方面的思考 這個豆腐我們再聽聽看 明佑怎麼解讀 我們先進個廣告